从1999年3月24日开始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 严重违反有关国际公约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公然绕过联合国安理会 悍然对主权国家南联盟 进行了78天的持续轰炸 轰炸次数达1.2万次 投下一万多吨炸药 发射了3000多枚导弹 从医疗设施文化古迹 到明宅学校无一兴免 造成包括三名中国记者在内的 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丧生 在这次行动当中 北约还动用国际公约禁止的平邮弹 对塞尔维亚的环境和人民健康 造成了长期恶劣影响 北约这样的侵略行径 塞尔维亚人民不会忘记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世界人民也不会忘记 就在北约轰炸南联盟23周年之际 北约召开特别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 美国和北约国家有没有反思过 乌克兰危机的根源何在 美国和北约应该为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美国和北约在反省其对塞尔维亚 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之前 没有权利和资格以审判官自居 作为冷战的产物 北约为战争而活 从来没有也不会给世界增加安全和安宁 真正热爱和平 致力于促进和平的人 都会对北约的持续扩张 大声说不 优优独播剧场上